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统计分析软体的时候 他在里面的对话框的设定 有一些选项太多了 他不知道怎么去填选 对话框的选项 甚至是说 他在做分析完成之后 他不知道怎么去解读 资料的分析结果 OK 好 那这个呢是我们使用者呢 大部分所遇到的一些状况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介绍 这个assistant分析小帮手 这个工具呢 来引导使用者呢 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应用分析工具 好比如说这个分析小帮手呢 一开始会先协助使用者去引导说 你的分析目的是什么 那接着呢去探索你的资料 然后来引导你做一个有效的分析 那在分析结果的最后呢 他也会用一些报告卡的呈现方式呢 去帮助使用者来解读你的分析结果 那最后呢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分析结果的 这些报告卡很快速的呢 做一个制作报告的一个传送 那你可以把它传送到 或者是powerpoint上面去做一个分享 那这是一个蛮方便的一个工具 那在分析小帮手里面呢 他的分析工具 目前来说呢 他是集结使用者最常使用的一些分析工具 可以让使用者呢 在做这个数据分析上面呢 更简单那更可靠 那他比较适合呢 是资料分析的初学者 或者是说你是使用minitab软体的 这些新手 你都可以利用这个 而是制成分析小帮手呢 找到你所需要的这些分析工具 那一开始我们也提到说 他这个工具 他其实是集结使用者 比较常用的分析工具 那如果对user来说 你在这边找不到 你所需要的这些工具的话 那你还是得要回去 minitab软体的这个核心功能底下去查找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assister里面呢 究竟包含了哪些工具 他包含了这一个量身系统分析 然后制成能力分析 好 还有这一个图形分析 假设检定 好 然后回归分析 实验设计 好 还有这个 制成前后的这一种能力分析的比较 或者是 制成前后的管制图 那今天呢 我们会跟各位分享的是 图形分析 假设检定 以及前后的管制图 以及制成能力分析的比较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到第一个案例 好 我们要应用 这一个图形分析与诊断 来了解电池效能的部分 好 我们看到我们第一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呢 他是一家相机的制造商 那这个制造商的这个品质工程师呢 他其实想要去缩短那个相机的这个闪光的恢复时间 那所谓的闪光恢复时间 他指的是 在两次闪光之间所需要的最短时间 那工程师呢 他是想要去确定说 呃 这个相机闪光之后 那相机当中的这个剩余电压 以及这个闪光恢复时间之间 是不是有存在关系 如果有关系存在的话 那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关系式给找出来 他们目前有研发了一个新配方的电池 那他想要去确认说 这个电池的旧配方和新配方 在这个闪光恢复时间上 是不是有存在差异 那这个工程师呢 他就去收集了 采用新旧配方所制造的这个电池的随机样本 那去测量说 每个样本在闪光之后的剩余电压 以及再次闪光的这个需要的这个恢复时间 OK 好 他们其实也想要去了解说 那我现在的这个新配方的电池 能不能符合客户的需求 经过市场调查之后发现 客户可以接受的闪光的这个恢复时间 最多只能来到5.25秒 OK 好 我们接着呢 把这个收集的这个资料表格呢 给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Minitab统计分析软体里面呢 好 我们打开了第一个应用案例 好 在这个案例底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资料呢 包含三个栏位的部分 那这三个栏位呢 分别是 闪光之后的这个复原时间 好 那第二个栏位呢 是这个 闪光之后的这个相机剩余的电压 那第三个栏位呢 是电池的这个新旧配方 OK 好 在一开始这个资料收集里面呢 工程师呢 想要去了解说 究竟这个闪光后的剩余电压 以及闪光恢复时间 他们的关系 好 所以我们要制作一个图形来做呈现 那在这样子的资料里面 我们应用什么样子的图形来做呈现呢 好 呃 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 好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assistant分析小帮手 然后里面的这个图形分析工具 来协助使用者来做这个分析工具的选择 OK 好 那所以一开始呢 他会先问你说 你今天在做资料分析的目的是什么 好 我们只知道说我现在想要把我的资料 做一个 啊 视觉化 我想要画一个图形来做呈现 好 那我们现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OK 好 回想一下 我们刚刚那个工程师有提到说 他想要了解的是 闪光灯 闪了之后 这个相机的剩余电压 与这个恢复时间 好的关系 好 那在搭配上 他有新旧配方这两种电池 好 所以呢 其实我们想要了解的是 这一个 剩余电压 以及 恢复时间 彼此的关系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目的呢 是在第三个区块这个部分 好 在图形分析的工具里面很多种 那你不知道怎么去选择的时候呢 好 我们利用这个assistent分析小帮手来帮我们做 这一个画图的一个目的的工具选择 那我们画图的目的呢 现在是想要去探讨变数之间彼此的关系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OK 在第三个区块这边呢 有很多种工具可以来做应用 好 那你不知道怎么去选的话呢 你还可以再点这一个 帮助我做选择这个选项 点进来之后呢 他会引导你 好 比如说他这边就问你说 那你想要去评估什么 好 我现在想要去评估的是变数之间彼此的关联性 好 那你有几个连续型的资料 好 我今天呢 想要探讨的是 这一个相机的闪光后的这个剩余电压 以及 恢复时间 好 就是闪光之后 再次闪烁的这个复原时间嘛 好 一个是电压的资料 一个是时间的资料 好 那既然只有两个变数的话 像这边 好 它是两个连续型的变数 那这边的话呢 在画图的时候 一个把它摆放在X轴 另一个把它摆放在Y轴 来做绘图 OK 好 那所以呢这边呢 我们就选择 OK 你有一个Continuous的X 好 那你的资料有没有分所谓的群组呢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在我们原始资料里面 有一个栏位 它是指明说 这些资料 样本是来自于新配方或旧配方 那它是在同一个栏位 所以呢基本上 其实我们的资料是有分group 是有分群组的 对吧 OK 好 所以呢我这边是有新旧配方 去分群组的资料 好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类似像决策术的这一种方式呢 帮你找下来 你就可以看到说 好 它建议你你可以使用的工具呢 是这一个散步图 而且是可以有分群组的散步图来做这个图形的绘制 那当你不知道怎么运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呢 或者说我在使用这个工具 它有没有一些前提假设需要注意的地方 你可以点选这个more 利用assist 里面的这些工具的这种 使用的工具介绍这里 你可以了解更多 关于这个工具怎么样来做应用 以及它在缩辑资料所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事项 那你在使用这个图形的时候呢 可以做什么 其实在这些工具里面呢 它其实都有一些完整的介绍 那这个是使用者可以应用的部分 好 那如果说你对这个工具 已经有充分的了解的话 那你就可以放轻的把这个工具点选进来 然后来做一个应用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是把资料摆放进来 在y轴这边呢 我想要把这一个 闪光后的这个复原时间 放在y轴这边 所以在y轴这边呢 我就选这一个复原时间 好 那在x轴这边呢 我想要摆放的是这一个 闪光之后的这一个剩余电压 所以在x轴这边呢 我放的是这个电压的资料 好 接着呢 在底下 我可以去做分群的动作 我今天的这个电池是有分新旧配方的 所以我就是把这个配方这个栏位的资料放进来 OK 好 点选OK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分析的结果 好 那使用者可以看到的是 在assistence的这个分析工具里面 它的分析结果用的是像这一种图卡的方式去做说明 先看到的是第一张图卡 好 我们到这个图形的这一个资料夹里面来看 基本上第一张图卡呢 是一个report card 在这个report card里面呢 使用者可以去了解说 你选择用这个图形分析这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 它的一些 啊 潜力假设啊 或者是一些 啊 分析的一些潜在结果 它会先 事先的在report card这边 做一个显示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散步图的一个图形分析的呈现 那 在这个散步图里面呢 好 你需要在做分析的时候 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好 比如说你可以去观察 有没有所谓的异常值 好 有没有所谓的异常值 然后呢 甚至下一步 它会引导你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分析 好 那它会用这种information的这种图示呢 去告诉你一些资讯 好 那像在这边的话 它就告诉你说 你今天要探讨的是 闪光恢复时间 跟那个闪光后剩余电压的一个图形的呈现嘛 要探讨这两个变数之间的关系 那如果这两个变数之间是有关联性的话 它甚至建议下一步可以进行所谓的回归分析 来把这一个关系式给找出来 好 那这个是它所做的一个下一步的引导分析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 第二张图卡呢 它是一个描述性统计的report 那在这个描述性统计的report里面 它其实就是帮你把这两个变数呢 做一些相关的统计量的计算 比如说平均的这一个剩余电压 还有这个恢复时间的平均秒数是多少 它的最大最小值啊 标准差这些资讯 它就是放在这个描述性统计的这个report里面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三张 第三张图卡呢 它基本上是一个诊断的report卡 它是一个诊断报告 在这个诊断报告里面呢 它其实就是引导使用者怎么样的去解读 或是去了解你的资料状态 比如说它这边呢就告诉你说 在这个诊断报告里面 有两个颜色 有蓝色跟红色 这两个不同的这个颜色的资料 那它其实代表的就是 你的新旧配方这两个群组的资料 那你可以去观察说 这两个群组彼此之间的资料 它们的一些关系 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 那诊断报告呢 它在右边这边呢就有一些诊断的提示 提醒使用者说 你可以怎么样的来做诊断 比如说你可以去观察 两个新旧配方的这个电子 它们的这个闪光恢复时间跟剩余电压 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是 它们的邪律有没有不一样 或者是说有没有所谓的位移的状态 或者是甚至有没有这种cluster 群聚的这种状态 那这些呢都是提醒使用者 可以去做一个诊断的一些 状态 好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呢就是一个总结的报告 在这个summary report里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蓝色的这些圆点 它指的是新配方电池的资料 然后呢红色的这个方点 它指的就是旧配方电池的资料 那我们x轴放的是剩余电压 y轴放的是闪光恢复时间 那还记得一开始我们有提到说 客户有要求说这个闪光的这个复原时间 最多只能来到5.25秒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在y轴这边加上一条参考线 然后来检查一下究竟这新旧配方的这个电池 它们在剩余电压跟闪光恢复时间 彼此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 你可以按右键增加一个参考线 在y左这边在5.25这个位置 放上一个参考线 从这边你大概可以看到说整体来看 在这一个散布图里面呈现的是 放电之后的这个电压 跟这个放电的恢复时间 呈现的是一个负的线性关系 也就是说随着放电之后电压量的增加 那你的恢复时间又缩短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它呈现一个负向的一个线性关系 客户有要求说 这个复原时间最多只能5.25秒 那整体来看的话你可以发现说 蓝色的这个资料点 它看起来比较符合客户的需求 那蓝色的这个资料点呢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新配方的电池 所以呢你也知道可以看到说 那新配方的这个需要的这个方电的恢复时间呢 似乎是比旧配方来的短 好所以呢你从你的三部图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好这个是呢应用这个三部图所得到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呈现 好回到头影片这边呢 利用分析小帮手的这个图形分析呢 我们找到我要去探讨两个变数彼此的关系 可以利用这个三部图来做一个呈现 然后呢甚至还引导你下一步 如果说你的两者的变数有明显的关系式的话呢 你甚至可以利用下一步的这个回归分析 把这个关系式给找出来 好 那利用它的这个诊断分析呢 在分析小帮手里面 它其实在对话框的设定变得比较简单 然后呢还有它有直接用诊断分析报告 那它会帮助使用者去输出一些更丰富的资讯 然后呢配合这个诊断报告呢 来进行下一步的引导 好 那这个是分析小帮手 还蛮好利用的一个工具分享 好 那下一步呢 我们透过刚刚的图形分析了解说 新配方需要的这个放电的恢复时间 似乎比旧配方来的短 好 所以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从图形里面我们发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下一步呢 我想要进一步去做一些统计推论 我想要去比较说 新旧配方的这个电子 究竟会不会去让它的这个闪光的恢复时间 是有差异的 好 所以进一步呢 我想做一个假设解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延续刚刚前一个案例 客户有要求说 闪光灯 闪烁之后 它的这个复原时间最多只能5.25秒 现在呢 接下来我想要去比较的是 电子的新旧配方 在闪光复原时间是否有差异 这样的状况 好 我想要做这样子的比较呢 我就可以利用假设检定 好 来帮我做这样子的比较 好 甚至呢 你可能也会想说 诶 Doris 那我可不可以去比较说 新配方 会不会优于旧配方的这个状况呢 也可以 你也可以做这样子类似的比较 好 那当然是根据你不同的目的 你可以有不同的比较分析方式 好 好 那我现在呢 想要比较的是 电子在新旧配方 它们的这个闪光复原时间是否有差异 好 所以我进一步想要利用假设检定 好 来帮我完成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分析 同样 我就可以利用assistant 然后这个hypothesis test 来做这个假设检定 好 接着呢 我把画面切换到这个meter的软体 好 我利用assistant 然后hypothesis test 好 假设检定 OK 好 透过假设检定呢 你可以比较各式各样的问题 使用者如果有学过相关的统计分析的话 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说 其实假设检定 它的方法有很多种 那在这么多的方法里面 我怎样去做选择 同样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assistant分析小帮手 然后来帮助使用者做一个 关于你的问题 然后选定一个正确的假设检定的分析工具 做分析 好 首先呢 我们一样要先看到你的分析目的是什么 今天呢 如果你的分析目的是一个one sample 然后with the target 来做比较的话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选择的是第一个区块的这些工具 来做比较 那如果今天你的问题是想要比较的是 两个群体之间的状况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使用的是第二个区块的这些工具 来做比较 那如果你今天要比较的问题是 超过两个群体以上要去做比较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使用的是第三个区块的工具 延续刚刚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比较的是新旧配方的这个状况 好 所以我们要比较的是两个群体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选择第二个区块 好 接着呢 我们要比较的资料是什么呢 好 我们要比较的是新旧配方 它们的什么 它们的闪光复原时间有没有差异 好 所以我们比较的资料本身是复原时间的这个资料 OK 好 那关于复原时间的这个资料呢 好 时间的这个资料 刚刚那个工人师去帮我们收集的资料里面呢 它的这个时间 它是以continuous的这种资料形态 好 OK 所以我们要选的是continuous的这种资料形态 好 那再下一步 他问你说那你要比较什么 你要比较的是平均数的问题 还是标准差的问题 好 我现在要比较的是 新旧配方的这个平均复原时间的问题 好 所以我选的是平均数的这一块 好 那下一个他问你说 这两个群体的资料本身是相依的或者是独立的 好 那新旧配方电池的闪光复原时间 彼此有关联性吗 彼此会互相影响吗 好 看起来是不会的 好 所以我这边呢 好 所以我这边呢要选的是好 好 好 他就建议你说好 好 你要比较两个群体 两个独立群体 彼此之间的这一个 平均数的比较的话呢 你可以用的是这个 to simple t 好 来做这个假设检定的分析工具 OK 好 甚至呢你可以去点这个more 先去了解一下说 to simple t 检定 他在做一些资料收集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部分 然后呢 你在评估你的结果的时候 有哪些部分需要注意的 好 那就可以在这边先去了解一下 这个部分呢 就留给使用者 再去做详细的一个查看 首先呢假设说如果你已经对这个to simple t 的这个方式 好已经了解了 好 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打开这个工具 然后接着呢 把你的资料呢 放进来 好 今天我的资料呢 他是放在单一栏 好 我复原时间是有一栏一个栏位的资料 是复原时间 然后呢 我的新旧配方呢 好 是 在另外一个栏位 好 所以我的复原时间呢 他是放在单一栏的 好 所以我是 选择单一栏位 然后呢 sample data 这边放的就是那个 闪光灯那个恢复时间的资料 好 把这个资料放进来 然后接着呢 我有分这一个新旧配方 好 所以把配方这个栏位放到第二个区块 好 接下来呢 他就是让使用者去选择 你要比较什么吗 好 你想要确认什么事情 好 我要确认的是新旧配方 他们的闪光复原时间 有没有差异 好 所以我选的是第三个 好 是不是different 这一块 好 那当然你也可以选什么 啊 新配方 他的复原时间 有没有比这个旧配方的富人时间 来的大 或者甚至 你可以比较是不是来的小 因应你的目的 你可以有不同的选项 好 好 那我现在要看的是有没有差异 所以我选第三个 好 那接下来这边呢 这个就是一个显著水准的设定 一般呢 我们这边的显著水准 就是用预设的0.05 来做设置 那使用者呢 可以看你的状况 好 你可以去更改你的这个显著水准 好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OK 点选OK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出你的这个report card的结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张呢 是这一个 根据这个to simple t 检定 好 的一个潜在问题的一些呈现 好 比如说 资料里面有没有所有的异常字 好 他是打勾的 好 表示说OK 现在的资料里面 看起来是没有异常字的存在的 好 那资料里面有常态 他是打勾的 然后样本数够不够 他也是打勾的 好 然后有没有编一字这样子的问题 好 也就是说其实啊 在report card里面 他会根据使用者所应用的各种工具 那每一种统计分析方法 他都有他的潜力假设 或者是需要注意的部分 那像to simple t 检定的话呢 好 我们一般呢 在做假设前进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注意到 资料的这种 样本数的问题 好 还要去了解 说啊 他的潜力假设 有没有需要是 资料符合特定的 这一种 分配资料 那像to simple t 的话 像我们这边 比较常看到就是 你要去检查一下 你的资料的这种 常态性的状况 还有样本数 足不足够的部分 那还要去检查一下 你的资料里面 有没有所有的异常词 这一类的 那他其实就是在report card 一开始就先告诉你 这些你该注意的部分 那他就是用打勾或 轻叹号的方式去 引导使用者去 需要做一些 提醒跟注意的部分 好 那看起来呢 他是打勾的部分 那另外还好 就提醒使用者说 而其实很分享方说 里面的这个 to simple t test 他用的是 well cheat 的一个方法 那在这个方法底下 这to simple 不需要有 这个ecovariance 这个前提假设的 这个提醒使用者 要注意到的地方 或者甚至你在做 三个群体以上的 这种平均数的比较 你会用所有的 one way anova 那你如果是用assist 里面的one way anova 的时候呢 他一样用的是这个 well cheat 这个方法来做 一个检定 所以呢 他的前提 也是不需要说 这个sample styleecovariance的 这个前提假设 这个部分呢 使用者是可以 留意的部分 好 来看一下第二张 诊断报告 在诊断报告这边呢 它其实就是新旧配方 的资料的诊断 比如说像在to simple t 两样本的这种t 减定里面 我们比较常需要注意的是 样本数跟减定力的部分 还有什么所谓异常词 那他就是利用上面这个图形 去帮你减他们所有的异常词 然后呢 底下这边有一个表格 搭配一个图形 他就帮你评估说 你的样本数相对于你的减定能力 有多少 这种power减定力 样本数跟减定力 彼此之间的关系 ok 他还是用表格 还有图的方式去做呈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张 summary report 总结报告 在总结报告里面呢 它要是有图 有表格 来帮你做呈现 甚至在最后这边 有一个comments 就是说有一个结论 帮你写好的在这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透过这个to simple t 减定 新配方跟旧配方 他们的放电恢复时间 是否有差异 我们来看一下 检定的结果是什么 从左上角 第一个图来看 它透过问句的方式 去问你说 这新旧配方 他们的平均数 是否有差异呢 好 那透过假设检定 你会得到这个p值 p值 那p值呢 你会发现它是小于0.001 那它是落在yes的这个区块 它的结论呢 就是告诉你说 是的 这两个新旧配方 它们的平均路员时间呢 是有差异的 那就是利用这个方式去 帮助你做一个结论 好 好 是有显速差异的 好 那它其实也是透过p value 它会有效于这个0.05 这一种检定的方式呢 然后去拒绝你的虚拟假设 好 那告诉你说 新旧配方的电子 它们的这个平均放电恢复时间 是有显速差异的 好 那你也可以看一下 第二张图这边 它其实就是一个信赖区间 好 的一个推估 那你可以看到说 哎 信赖区间它没有包含0 确实 新旧配方的平均放电恢复时间呢 是有显速差异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它们的95%信赖区间 落在-1.6386到-0.7104之间 好 那它也是告诉你说 新配方的这个电子呢 它的平均放电恢复时间呢 比旧配方少了0.71秒到1.63秒 这样子的一个区间 你可以做一个推估 好 那整体来说呢 它的结论 帮你写在这个comments底下 那你甚至呢 可以用滑鼠 在这个comments这边点两下 把你的结论呢 在这边做一个编写 按OK之后呢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 把这一个报告卡 放到报告里面 去制作你的报告 那你可以在这个报告卡 按右键 然后直接选择 传送到word 或传送到poppoint 那你可以很方便的 去分享分析的结论 回到头影片这边 好 所以呢透过分析小帮手呢 你就可以了解说 你今天要去比较 这个电池星旧配方 它们在闪光复原的平均时间 是否有差异 那你就可以找到说 你可以利用一个to simple t test 来做这样一个检定 那检定的结果呢 发现说OK 确实星旧配方它们的平均 复原时间是有差异的 好 接着呢 我们看到下一个案例 下一个案例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 分析小帮手里面的管制图 我们知道说 minitab的统计分析软体呢 它里面其实是让使用者去做 各式各样的统计分析 其实统计学在日常周遭的应用蛮多的 甚至可以应用在你的生活上 那像这边呢 我们利用这个案例 它是一个上班族 它是骑脚踏车的方式来做通勤 其实除了可以运动强身之外呢 其实也可以节省油钱 然后做环保 然后甚至还可能提早几分钟进公司 那他其实觉得还蛮不错的这样子 可是呢 经过了半年之后 他老板把他叫进办公室 发现说 在过去这几个礼拜 这个Jo 他不仅没有找到 而且还蛮常迟到的 可是 这个Jo本身他觉得说 会不会是老板误会他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蛮有条理的人 他其实每天早上 七点半从他家里出发 那他每天都有记录说 他花多少的时间上下班 那他知道说 骑自行车上班大概花了25分钟 那其实 离八点的上班时间还有一点时间 然后他在想说 会不会其实老板误会他 所以呢 他其实想要利用资料分析呢 去评估说 他的通勤时间究竟有没有超过半小时 他的通勤时间是不是有所谓的一致的状况 或是不够稳定 所以导致有这种资料的状况发生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化的这种资料呢 你可以把它拿来做这种通勤分析 接着呢 我们就是利用他所记录 骑脚踏车上班的这个通勤时间呢 我们想要来做一些资料分析 那去了解说 自从他半年前开始骑脚踏车上班之后 那他的这个通勤时间 就是呈现一个稳定的状态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是可以利用管制图 评估他的这个通勤时间是否稳定 好 回到我们minitar软体 把他的通勤资料放进来 你就可以看到了 过去半年来的一个通勤记录 好 第一个栏位是他过去半年来所记录的 一百天的这个通勤时间 好 一般呢 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你先拿到资料的时候 我们会先想做什么事情 好 好 我们会先想要把资料做一些视觉化 把资料去绘图 好 想要从图里面去了解一下我们资料的长相 呈现一个什么样子 ok 好 所以呢 首先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图形分析 好 来 先把我们的这个通勤资料来做一个图像化 那怎么做呢 assistant 然后图形分析 ok 一样图形分析工具很多种 好 可以画图的工具这么多种 我怎么选择呢 好 一样从目的开始 好 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想要了解你资料的形态 好 那你就可以选的是第一个区块的这些工具 ok 好 然后呢 帮我做选择 好 然后我的通勤时间呢 本身是一个continuous的资料 然后呢 你的资料想要呈现什么呢 好我想要呈现的是一个summary的一个统结量 还有图形 好那就可以选择左边第一个工具 好 点进来之后呢 接着把我的资料放进来 好 第一个栏位呢 是过去半年来 这个旧7加车的这个通勤时间的记录 好吧 这样放进来 然后它的记录呢 是随着时间顺序做记录的 所以可以把它勾选起来 ok ok 好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它的资料状态 第一张是report card 他是帮你探索它的量本数 然后有没有所谓的outlier 我们所谓的这个离群值异常值的状态 那看起来呢 是ok的 是没有outlier的部分 好 那样本数这边呢 它收集了100笔数据 ok 所以这个样本数这边看起来是ok的 好 第二张呢 是这个诊断报告 那透过诊断报告呢 你可以去了解 你要怎么样去诊断你的资料长相呢 比如说你可以去看一下说 你的资料是不是呈现所谓的 中型对称的常态分配 好 或者是资料有没有所谓的右偏左偏的状态 好 或是有没有不同的分配 在复兴里面 好 或者是有没有像这一种均匀分配的样子 你也可以去检查你的资料 好 随着时间的变化 好 有没有所谓的这种趋势啊 好 或是周期 好 或是震荡 或者是outlier 敌群子这一类的状况 好 你都可以做这些诊断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张report 最后一张呢 是总结报告 好 从总结报告里面呢 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过去半年来 这个旧的通勤时间的一个分布 他的平均通勤时间呢 超过25分钟 大约花了平均通勤时间是26.6分钟 略超过26分钟 比他的认知还久一点点 因为他刚有提到说 他骑达车上班时间大约花了25分钟 那其实实际上他的平均通勤时间是 稍微超过26分钟 比他认为的还久一些 但是呢 看起来应该是还足以在8点前一大公司 那可是呢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标准差 他的标准差来到4分钟 高于4分钟 表示什么呢 表示他每天通勤时间差异蛮大的 好 那你从左边的这一个 资料形态的分布图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的通勤时间大约 可以落在18分钟到36分钟这样的一个范围 所以呢 在过去的这些时间来看的话 有一些天数是会造成迟到的部分发生的 尤其是你在看最后一张底下这张图 随着时间的记录 整体来看的话 他的平均通勤时间是来到26.6分钟 灰色的这个虚线是这个平均时间 那但是在前几周 你有没有发现 在后面的几笔数据 也就是说在他前几周的这一个通勤时间来看的话 大部分是超过他的平均通勤时间的 所以看起来的确是 这就是为什么他最近会被老板叫进办公室 最近的通勤时间 真的越来越不稳定吗 OK 那下一步呢 就是可以利用所谓的这个管制图 来确认说他的通勤时间 是不是真的越来越不稳定 或者是说呢 观察到的这些质量呢 会不会其实只是通勤过程当中 所自然产生的一般原因的变化呢 好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管制图做一个呈现 好 在assistant 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control chart 好 建立管制图 来评估说 在某一个过程 或者是制程它的稳定度 好 我们可以用这个管制图 来做一个评估 好 control chart 一样 资料类型 continuous 好 然后呢 资料的收集是不是有分群组 subgroups 还是有分子群组 好 没有 我每天只记录一笔 通勤时间 好 OK 都是单一笔的记录 好 所以资料是没有分subgroups 好 然后呢 选下来这边建议你可以是用 iMR chart 好 来做一个评估 好 OK 资料栏位 资料栏位呢 放进来 第一个栏位 其他的上班的通行资料 接下来他问你说你要怎么样的去评估你的这个管制图的上下界以及中心线呢 如果说你现在想要评估的这个制程的状况是想要利用已经建构好的管制界限来做评估或监控的话 你当然可以输入你已经知道的这些上下管制界限来做一个空管 那我现在呢是想要从样本资料里面去做上下管制限限的估计 所以呢我这边选的是从资料里面去做估计 OK 好 在这边的话呢 assistant 分析小帮手呢 他会自动的去帮你审核你的资料 检查说有没有所谓的失控的资料点 那如果有一些特殊原因呢 比如说你已经知道说 他这个时间点是所谓的设备故障啊 造成这个资料的失控点 那么你就可以考虑把这个资料呢 从这个分析里面移除 那在这边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做勾选 因为就他其实并没有办法确认说 有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移除这些资料点 所以他这边呢 这些资料点呢 就没有去做移除 都是一起纳入这个管制界限的一个计算的 OK 好 在report里面呢 我看一下 assistant 呢 一样会建立一份report card 好 然后呢 整端分析报告 还有这个总结报告 首先呢 从report card 好 里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惊叹号 或是打勾 好 或是information的方式去做呈现 好 基本上呢 你在做管制图分析的时候呢 好 你要去评估的是 你的这个制程 或是这个过程 好 它的一个稳定状态 好 那他这边是用惊叹号 表示说 这个制程啊 或是这一个通勤时间的资料本身 可能不是stable的 可能不是稳定的状态 好 那这边就用惊叹号 先把大致的一个状况 在这边做一个呈现 好 然后呢 这要是本身是否常态 好 这边打勾 然后要门数勾不勾 data有没有所谓的correlated 好 那这边呢 其实就都有做一些呈现 好 然后拍一下第二张 第二张呢 它是这一个管制图的诊断报告 这个是提示使用者说 诶你可以怎么样的做一些诊断 好 有没有所谓的上升趋势啊 好 或是下降或是收起 好 或是位移 震荡 混合 好 或是所谓的离旋值 或是失控点 好 这个使用者在做分析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的部分 好 我们看一下总结报告 在总结报告里面呢 显示就现在的这一个通勤时间 看起来确实是有不稳定的状况 有一些失控点 有这个点超出三位表插的管制界线外 然后也有连续九个点以上呢 是在中心线的一侧 那这些呢都是呈现出它的通勤时间 看起来确实是有不稳定的状态 好 那下一步呢 它就想目前的这个通勤状况 它确定的几个可能会影响它通勤时间的因素 好 回到头影片我们看一下 好 那就我就想了一下说 它现在的这一个通勤路线呢 是走的是比较市区的路线 那确实呢 它会比较容易受到这一个交通因素 比如说一些意外事故 或者是道路维修 甚至是交通号制红绿灯这些 还有就是跟汽车公共道路等等 这些状况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这个通勤时间 导致它的通勤时间比较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它下一个动作它想说 要去更改它的汽车上班的路线 好 所以呢它就找到一条新的上班路线 那这个新的路线呢 也许并没有像这个市区的路线这么平顺 就是比较高低起伏 可能叫山区 有比较笔直一点 然后也比较不会拥挤 所以呢它就决定 最近呢它就是采用 骑登山脚踏车方式呢 去上下班 然后换了一个新的路径 OK 那更改路径真的让它的通勤时间比较一致吗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做一下检查 好 所以呢它下一步呢 就是利用 资料收集 它改变新路线的资料 收集在第二个栏位 好 那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前后管制图的比较 来分析 它更改路线之后 它的这一个通勤时间是不是趋于稳定 好 我们用before after 这个管制图的工具来做分析 好 一样continuous data 然后呢 资料没有分群组的 好 我是用before after的 IMR chart 来做分析 资料呢 各自在各自的栏位 好 所以before的这个通勤资料是在第一栏 after 它是在新的路线的资料是在第二栏 OK 好 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分析的结果 好 分析结果呢 一样会有所谓的report card 诊断报告 好 还有这个结论部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结论 在结论这边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帮你做一个检定 他有提到说 这个制程 或是这个新的过程 它的标准差 有没有显速的下降 答案是yes的 那这个 新的平均通勤时间有显速的改变吗 答案也是yes的 是的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前后的管制图的比较呢 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管制界限的变化 整体来说呢 它的新的这个路线的话 它的平均通勤时间呢 有显速的下降 从原本的超过26分钟 现在变成平均大概15分钟内 平均15分钟内 就会抵达公司 然后呢 它的这个资料的变化程度呢 也有显速的下降 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管制界限呢 也相对的 跟以往的通勤时间呢 它的管制界限也变得比较窄 也缩小了 就是说它的新的通勤路线呢 让它的通勤时间区域更稳定 更稳定 而且整个平均来说呢 也在15分钟内 就能抵达公司 那标准差呢 减少了将近55.9% OK 它的这个平均啊 还有标准差呢 它都帮你在地底下做一个 统计量的计算 好 所以呢 从这个assistence分析方说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JOE 它改变通勤路线之后呢 它的通勤程序 有符合比较窄的 这个管制界限 而且它的编译程度也大幅降低 好 那这时候呢 它当然也可以选择按右键 然后把它这个report 传送到port 或是word 那就是可以去 让它的老板知道说 它做了一个 还蛮有效率的一个改变 好 好 你可以按 在图表上面 直接按右键 然后传送到powerpoint 或是word 然后它就自动帮你打开这个word 还有可以自动帮你打开一个powerpoint 来把你的报告卡做一个呈现 那如果你已经 有开启握我的 或是有开启powerpoint 来做报告的话 那像这个图卡 它就会放到你的powerpoint 最后一页 它就这样做呈现 好 那我们最后呢 来讲一个分析工具 这个是自成能力分析的比较 自成能力分析的比较呢 你可以拿来做不同的供应商品质的一个比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它是一个汽车引擎工厂 那这个引擎里面有一个零件呢 叫做突轮轴 这个突轮轴它的工程规格必须是600-2mm 这个规格一直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因为说如果这个规格有问题的话 这个零件的规格如果不ok的话 它在组装这个引擎的时候 会导致不良品 或者是这个充公 比较没有效益 所以呢他们必须去监控 突轮轴的这个零件的部分 好 这个汽车引擎工厂呢 它的这个突轮轴零件呢 它其实来自两个供应商 供应商一二 它要去比较说这两家供应商 它们提供给它的这个图轮轴零件的一个品质的特性的状况 好 那资料呢 它们是花了一个月时间 每次采样五个样本 然后呢做二十次的采样 所以收集到一百笔观测值 我们把资料呢 记录在这个Camshaft的这个资料档案里 我们把这个Camshaft的资料打开之后呢 好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有所有的供应商供应二 这两个图轮轴零件 那我们来做这两个供应商提供的这个图轮轴零件的比较 我们可以利用before after的这一个 capability analysis来做比较 当你确定这个制程在统计管制当中之后呢 你接着会想要知道说这个制程它是否有能力符合客户的要求 产出这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那能力指标呢 它其实是评估制程的一个简单的方式 因为你可以透过一个单一的数据呢 把制程复杂的资讯呢 做一个缩减成一个单一的数据来做比较 那你可以简单的用来进行不同制程时间的比较 这是一个蛮方便的一个指标 before after capability analysis 好接着呢 把资料形态次数 continuous 是图轮轴零件的长度 是连续型的资料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用的是这一个 好这边提醒使用者要注意到的是 assister里面的制程能力 好它这边呢 在continuous data里面呢 它放的是一个是常态 资料的制程能力分析工具 所以就是说它的前例假设就是 你的资料来自常态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的资料本身 没有办法转换成常态 或者是资料本身就不是常态的话 好那你可以到核心功能里面去找到 非常态资料的制程能力分析工具 来做分析 OK 那我们就选择使用这个capability 这个比较的工具 当然在使用前使用者 你应该点选这个more 去检查一下 你要用这个工具的一些前提假设 要注意到的部分 好 假设你已经了解之后呢 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这个工具来做比较 好 我把供应商2 当成这个baseline的制程 然后subgroup size 5 我一次是采样5个样本 然后呢 我把供应商1呢 当成是改善后的制程来做比较 就是说这个制程能力分析的这个比较工具呢 你可以用来评比 不同的供应商的这个品质特性的 这一个制程能力 你也可以去做这个 比如说你有做一个制程改善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 制程改善前后的制程能力的一个分析的比较也可以 好 好 一样在这边subgroup size 放5 那规格接线是600 增幅2 所以下规格是598 上规格是602 target是600 OK 好 那看一下分析完的结果 一样是四张报告卡 我们回到我们的头影片 首先呢 第一张report card 它是会告诉你说 你要去做这个制程能力分析的评估的时候 潜力假设是你的制程本身要是稳定的 你要资料来自一个稳定的制程状态 好 所以它去帮你评估说你这个制程那么稳定 还有你的样本书的问题 资料是不是常态 因为在分析小帮助里面的连续型的制程能力指标 它用的是常态的工具的制程能力分析指标 所以呢潜力假设是资料必须符合常态 那这边是用打勾还有金探号的方式 帮你做呈现 你要提醒你要注意到的地方 那在常态这边有个金探号 稳定程度这边有个金探号 那这边就是要提醒你 这些潜力假设会影响到结果的解读 那这个部分是提醒使用者要注意的 第二张是一个绩效的report 那你可以看到呢 比如说 我们把供应商二当成是改善前 制程改善前的资料 把供应商一当成是制程改善之后的资料 那你这边就可以看到说 改善前 制程改善前 你的这个不良品 落在规格外的这个不良品的数据 每百万个有236120 改善后呢 每百万个不良品 它下降到3632个不良品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变化 那第三张的是一个诊断报告 它会去用管制图 还有用这个机遇图 去帮你评估你的制程是否稳定 以及资料是否来自常态 然后用它的方式做呈现 那最后一张呢 是一个总结报告 从这边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 它这边用问号的方式 问句的方式去问你说 那整个制程它的标准差 有没有显著的降低了呢 答案是yes 就是说你的制程改善后 你的制程的这个标准差 显著的降低 yes 然后呢制程的平均有没有显著的改变呢 有也有改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改善前你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分布的状态 改善之后呢 产品的分布状态 资料的离散程度显著的下降 资料的这个平均呢 亦有显著的一个位移的状态 所以这个呢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图文的方式跟表格的方式来告诉你 那制程的这一个 PBK 制程的力指标 它也放你秀在这边 用表格的方式去做呈现 那这边呢 它的结论呢 就是告诉你说 在改善前 它的每百万个的这个不良品的比例呢 从28.95%下降到制程改善后 不良品的比例下降到0.63% 下降幅度达到98% 然后呢 整体来说 整体来说 你的制程表演差有显著的变小 然后呢 制程平均也有显著的改变 那总体来说呢 它的结论下来这边 你可以把这个comment这边 改成版底中文 然后最后把你的结论输入在这边 那用这张表格 来作为你的总结报告 这样子呢 也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案例呢 到这边 不晓得各位使用者有什么问题 好 如果之后呢 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你也可以随时email给我们 或是电话跟我们联系 这个部分都是ok的 那因为我们的线上学习课程呢 比较倾向于操作的部分 那如果使用者呢 想要进一步的去了解 各个分析工具 他们的这些应用的这些知识 那也欢迎各位使用者 参考我们的这个教育训练课程 那我们教育训练课程呢 放在我们官网 让使用者去做一个选择 好 那我们都有把近期的开课资讯 或者是说使用者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透过官网 或者是透过email 或是电话跟我们联系 这部分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看一下各位使用者 还有什么问题 好 那如果使用者呢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线上学习呢 就到这边 好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